我是郭大姐吗 你好大姐 郭玉安65周岁 萨偶住儿子家 退休金2000元左右 哎呀这小花是你自己挑选的呀 也是老多年的 这衣服可老多年了 然后长得 这衣服都 哎呀差不多好听都能有 11年的吧 这么久远了 那当然是了 这个我还是在吉林市买的呢 你看看 哎呀这小花啊很粉的 我到这都九年了 到儿子都九年了 以前你在吉林市啊 对啊 那你是啥时候来到长春的呀 是因为啥原因来到 我儿子就是说 那个离婚了 跟那个 媳妇离婚了嘛 家里就没人了 我就过来了 哦 郭大姐说 无聊的时候就爱唱唱歌 就是愿意唱歌 但就跟我同学了 我什么同志就有时候在微信里边 就他们 大家就都相互这么唱吧 挺好玩的 挺有意思 愿意唱歌啊 但唱歌唱不好 唱哪种类型的歌 唱不好 也没什么类型吧 愿意唱哪个就唱哪个 有没有拿手的呀 没有太拿手 不行 没什么 我听一听你的嗓音 哎呀这插几句 插几句来吧 你还别说啊 这郭大姐的嗓音还真不错 郭大姐说 自己的老友 同学 亲戚都在吉林市 平时在长春 也没啥朋友往来 要不是自己 有点唱歌的爱好 能够在微信群里 跟朋友 跟同学互动互动 自己还真不知道 该咋度过 这孤单的时光 我原来就是在那个 我们吉林市麻眠纺织厂 那个 看到二十的 看到二十 在那工作多少年 二十年 退休也是在那退休吗 对啊 你现在退休金多少钱 有退休金少 你借你两千块钱怎么样 郭大姐说 自己在吉林市的麻眠纺织厂 看了二十多年的岛巴士 一直干到退休 退休金现在两千元左右 郭大姐说 自己的工资不高 所以平时 郭大姐在生活中 是能省则省 从不乱花钱 你买的都是这样的土豆 就这样的 这样的土豆多少钱啊 这个才五毛钱一斤呢 五毛钱一斤 多便宜 五毛钱一斤 你等这边吧 这边就是 等这一面的 那就是两块钱一兜的 两块钱一兜 这个稍微大点 这个我都买同样四年 这是五毛钱一斤的 那正常的大土豆多少钱呢 一块 一块 你这要是捡小的买的话 就能便宜五毛一斤 那当然是的 但姐你买菜的这个习惯 是从啥时候就开始的呀 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吗 年轻时候吧 我还真就不这样 我也是让我丈夫给渗染出来的 我丈夫特别特别会过日子 买菜哈 从市场我们的市场大呀 从头走到尾呀 都给我走房子 我说你干嘛呀你多累呀 完了他就说你别看 说就是挺 我说你看 就看好就买呗 他说你别看就这样 他一年也省出不少钱呢 郭大姐说自己节省这点啊 是被老伴渗染的 以前老伴买菜就是货币三家 总能买到便宜的 可是现在老伴已经不在了 但老伴的生活习惯 自己却一直坚持着 他是06年 06年06年的4月份 早晨嘛出去遛小狗 就没回来 他早那天早晨嘛 哎哟我就整理到我这心啊 就收出来那种感觉是得 就好像整理到有事儿似的 哎呀完了我就 熄了糊涂啊 我也就带睡不睡的 完了你看四月份吧 也挺冷的那时候 四月份 哎呀不一会儿来电话呢 说你们家是不是姓姬呀 我说对呀 都是跟那个 那个 长顺那个 那个那个晕倒在不渡院里了 哎妈妈一来电话 哎呦这当时我就蒙了 结果我到了之后吧 他也能说话 然后就说给我儿子打电话 那个你赶紧给我家 家里个人打电话吧 就这么的又给我家里人打电话 这个120车 完了就挺长时间才过来 那就这么样 倒铁路医院那就不行了 完了倒铁路医院就是做 呃 这种人的问题 现在呢 郭大姐觉得 儿子也已经有女朋友了 自己年龄也大了 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起码就是性格 挺随和这么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对他的什么 收入工资标准 啥的有要求 收入4000到5000这么样 嗯 这也都可以 嗯 年龄呢 年龄就是在这个 67岁 67岁 70岁身体好也行 嗯 那要是给你稍稍小一点呢 就小一一两岁 小一两岁 年龄不介意比他年龄大的 那他要不介意的话 要是说 条件合适也行 听了郭大姐的择偶标准后 红娘觉得 这刘大哥的退休金 倒是挺符合郭大姐的 在年龄方面呢 刘大哥也说过 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 于是红娘进一步 跟郭大姐 渗透起了刘大哥的情况 那如果说就是说 他有退休金 城里有房子 嗯 然后那个喜欢农村的田园生活 然后喜欢在农村养一些 鸡鸭鹅啥的 这些你能接受吗 鸡鸭鹅 这也倒行 这也行 嗯 我也挺喜欢这一类的生活 对于刘大哥 现在在农村搞养殖这个事 这么听起来 这郭大姐也不是很介意 甚至还表示很喜欢 于是 红娘决定 让两人见见 在那刘大哥 刘学晨 64岁 丧偶 居住地长春 退休金4300多元 有双保 刘大哥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长春工商局下主单位退休 退休金4300多元 市里有110平的大房子 但就是愿意在农村搞养殖 为了见郭大姐啊 这刘大哥一大早7点就从大屯出发了 你几点从家走的呀 我7点 7点从家走的 哎呀 这真正实啊 当道 是不是有点拔柴奢水的 对呀 那你见周大姐之后就好好表现 行行行 好好唠 是不是 好 有啥能变通的咱就变通了 非把话说死了 听不听着 这是我对你的嘱咐啊 刘学晨大哥 郭月安大姐 你好 你好 未来见你啊大姐 大哥7点钟就从大屯往你这儿跑了 辛苦了 坐到那个太阳长 一个小时 那四十分钟 是吧 那这一步了呢 可能是我没瞅 这一步了呢 185 从咱们长 也差不多一个小时 也差不多 从这185中年一直到我这 嗯 就到我们这 四四五分钟 你看 嗯 第一印象嘛 他这人还行 吵着好像是 挺 挺 挺诚实的好像 看路由大姐的第一印象 好 施略 走 这么多 曾想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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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吃吗 对啊 它不坏就行吗 我就买这点的 在那个大头豆 它就买真点 那个小头豆 所以小头豆 一豆才两块钱的 它不一样吃 大头豆 这么烂 那大头豆里边还空性 你还挺欣赏大姐的这种做法 挺同时的 对对对对 对于郭大姐 这种生活节俭的方式 刘大哥挺认可的 刘大哥说 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 也是这样 紧接着这刘大哥 说起的最关键的事情 那就是自己养鸵鸟的事 那这郭大姐听后 会认可吗 接下来两个人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咱广告回来 接着相亲 将来吧 我这个怎么打算的 我现在养鸡鸭鹅 鸵鸟 整什么 鸵鸟 鸵鸟 那鸵鸟可挺大呀 鸵鸟挺大呀 长三百斤的鸵鸟 那那鸵鸟是不是腿老长呢 对呀 那你 你是这么说啊 不那你为它啥呀 就是长这么高 那鸵鸟一身去 比咱们人都高 大姐你听过 这鸵鸵鸟是吗 咱鸡鸟 鸵鸟 那我没听说 但我同学他就说他那个 他鸵鸟 他那属于是就像那炸鸟似的 他说那个下那蛋 说天老大的 是将近四季 大姐对农村这些什么猪啊 鸡鸭鹅啥的属性啊 这些东西 这些养过吗 但是 凡我小时候我们家养过猪 就那时候下乡的时候 我们鸡鸟鸵也养过猪 养过 鸡鸟鸵还养猪 我对这些小鸡鸭鹅狗 我挺的啥的 我不烦 听你说喜欢这些大哥可靠性的 我确实喜欢这些东西 我确实 但是我养过这些 但是动物什么呢 也行的话呢 我跟你说我不用你干 都是我干 完了咱们愿意出去旅游去 就是出去旅游 嗯 那如果说大哥说 就是以后要养这些 你能支持他养吗 要支持 叔叔像叔叔 叔叔我的钱还怕扎手吗 他这人还行 但这样你不说像有的 你看我养这些东西 那你就说 你也得帮我就是说 去打理一下 或者什么 那他也没提出这些 他也没提出这些 因为说我不用你 他说这些话吧 我还挺 稍微还挺打动我的 因为啥子 这些话吧 他就挺同情达底 挺吃疼之热 这么一个人 听到郭大姐说 喜欢小动物 这刘大哥很是高兴啊 这刘大哥说啊 这心里最重要的压力 算是放下了 随后刘大哥表示啊 既然想往一起走 就得让郭大姐详细了解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 于是啊就主动邀请郭大姐去自己现在住的大屯的房子看看 在路上这俩人又聊着起来 我家这些就是乱点 那个那些塑料桶都是装的起来 前几天那个收水费的去了 他说你是房东又不去交水费去 这次收出水费很压呢 又不去交你的话 就给你听说 自己那锅碗瓢盘都挺高的 对啊 我这一天吃饭就那么一个小桌子 嗯 吃完饭呢 那个就那么一个 我那一天做完 对那你养这些东西那肯定是 大哥自己做心理建设呢给你啊大姐 先自己说自己那屋里挺乱的 哈哈哈哈 做好心理准备没大姐 对我一心是肯定那肯定得烂 嗯 对那肯定得乱的 还在路上呢 这刘大哥就开始给郭大姐做起了心理建设 说自己的家里呀会很乱 希望郭大姐看了之后别介意 不知道此刻的郭大姐是啥想法 反正在车上这郭大姐发现了刘大哥身上的一个细节 他这包啊也太脏了 换一个包啊 你看看 我那个 像捡垃圾那包 我那个 我那个 那个小包 我的妈 那小包里他 那个 那个 鸭子 他那小包里 那小包里 你也得稍微让他那什么一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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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斗子 我才看着 她一进屋我都没发现 人家斗子那满一天 她好像不是那么太僵硬 就是缺少女人嘛 是不是 怎么说 看着吧 就是跟她接触接触 再看看她怎么样 是不是 看看她再怎么样 郭大吉说 坐车时两人离得近 细看了一下刘大哥的衣帽穿着 再加上拿的那个斗子 属实有点不干净啊 不过郭大姐也表示了 既然来都来了 再实际看一下刘大哥的居住环境 再决定吧 多长时间没看着这些小动物了 有 慢点慢点 有新年了 好嘞 这个环境有点差 我先跟你说好了 是 分的吗 可不就这个地方没发现 来吧 进来看个头鸟吧 方兵 土鸟是不是四个鸟 是哪那鸟 谁打那个鸟 就这个 还有的妈 满回这个 这样快两个也 那这样是说 鸵鸟的话 宰宰这个地方 很 zeg不行啊 不是这样 잘不行啊 这不要 对于刘大哥外部养小动物的环境,这郭大姐倒是没太在意。 郭大姐说,可能换个环境就好了,主要还得看看这刘大哥屋里的居住环境啥样。 趁着红娘单独采访郭大姐这阵,这刘大哥打开了屋门。 这屋不还是这样啊,真是一点没收拾啊。 对啊,我就不收拾了,一天,后来都。 这饭碗也早上吃了是吗?早上吃了。 也没刷啊?没刷。 这土豆皮打完了也不扔了吗? 这,我这个什么,炖的茄子,炖的茄子没来得及收拾。 整不整不,到晚上捡不捡多,以后大姐进屋来说, 你这摄太熟了,你这把茄子还得刷干净,你这摄像茄子都没收啊。 一点没出所料啊,这刘大哥的屋里还是一如既往的乱呀。 不过比上次有改观的是,我们的摄像小哥说让收拾,这刘大哥就开始收拾了。 可上次相亲,这刘大哥可没怎么听话呀。 看看上次相亲时,这刘大哥的态度,再看看这次相亲时的态度,那是什么让刘大哥做了小小的改变呢? 那你为啥刚才大姐要进屋之前,你还扫一扫呢? 哎呀,那屋里头能整些茄皮。 哎呀,你还是怕大姐会介意。 哎呀,你说你吃这东西整烂糟糟的。 啊,就是说你还是怕大姐在乎? 对呀。 不知道经过了现场几分钟的打扫过后,这郭大姐再进来参观后是啥想法呢? 他们之间的结局又会怎样呢? 广告回来,咱接着看。 早啊,因为迎接客人呢。 哎呀,这真是大哥怕在你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能时到,就时到一点。 现在着急了,早上除去的时候,咋不熟的时候。 哎呀,早上没熟,也不是除去没熟的时候。 我先进哪? 哎呀,就这么。 我怎么说? 没事,烂糟糟。 这不是吗? 这是一个大便子。 哦,这大便子哦,我跟你说。 嗯,对,他在睡觉还隔凉。 反正这是大哥的居住房间。 如果是屋里环境不好的话,就碗罐最起码别刺激。 你看看,我都碗了。 嗯,对不起。 那四条烘油。 那油脑都不盖上呢? 这边是做饭的。 这还有油。 好,大姐要看他做好吗? 这是昨天撒咬的一个屋子。 我的妈呀。 你那是做好的了还是? 做好的了。 那你说好,你怎么搁这里搁的? 那能好吗? 咋不好呢? 反正吧,你要看他这些个碗什么的,还不说那么特邋遢那么一个人。 那如果说那碗呢,也不像吃饭那碗,那就真受不了。 刚才详细过他那碗呢? 哎,对。 看他这个碗,还有点碗的模样。 从刘大哥的碗筷干净程度来看,郭大姐觉得这刘大哥在个人环境卫生方面还是有药可救的。 听郭大姐这意思,这俩人是有门啊。 可就在此时,这郭大姐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小姐,我好像我有这个想法。 那我必须要看他这个退休证啊。 一会儿先能看,到屋里头看着。 对,我得看一下这些东西。 你当时,你为啥要看这些东西啊? 那我得知道,你是真正的,是不是退休的啊? 你觉得他像骗子啊? 不是,那倒不是。 人家说咱们这平台的,倒不能出现这一类情况。 但是那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要看一下也好。 我心里边又比他实一些。 双方都了解的差不多了。 郭大姐突然提出,要看看刘大哥的各种证件。 在郭大姐看来,还是自己亲眼所见,更脱底。 听了郭大姐的这个想法,刘大哥二话不说,敢忙就进屋找去了。 这是我工资。 这就是啊。 工资明细。 看看这个每个月进多少钱。 就是什么? 4382块5。 4382,你看每个月不就行了吗? 看看这是家的。 家的都是发的工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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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荣誉证书。 看这边。 98年。 98年。 留学生。 留学生。 嗯。 然后这个工作单位。 都到了。 工作图書。 对。 工作单位。 特发词。 这也是奖励证书。 这是荣誉证书。 这是奖励证书。 那是荣誉,就是奖励。 对。 大姐,你刚才看大哥那些证书,看过了之后,心里脱底了。 嗯。 就自己放心。 实际上,我也挺相信你们,挺相信你们自己平台的,真的,我挺相信。 但是吧,我就整个,我好像我自己看,看一眼,就心里就整整,觉得好像看一眼还挺好的,比较好一些。 亲眼见到了刘大哥工作时获得的荣誉证书,以及每个月的工资明细。 郭大姐说呀,这一回是真放心了。 那经过这一小天的了解,这双方最终的想法,又会是啥样的呢? 大哥家也看了,是不是? 完了大姐家,大哥也看了。 然后,这也经过了这个相当于一小天的了解了。 你们彼此都觉得咋样? 你先说吧。 我说行,绝对是行。 你要是没啥意见,我就没意见。 刘大哥表示,想跟郭大姐进一步接触一下。 但经过一番思考过后,郭大姐跟红娘说呀, 她现在还做不了决定,得回去跟儿子商量一下。 对于到底能不能跟刘大哥一起来农村生活,自己还得再深思熟虑的考。 好。